而今天发生的这起悲剧让大家觉得相当痛心的是 台北市出现了一名八岁女童 她疑似竟然遭到母亲活活饿死 她在4月20号的时候 女童送医当天的画面曝光了 她的妈妈当时是惊慌失措不断徘徊 而当时整个状况如何 这个最新的进展 我们一线请记者周宽展告诉大家 这主要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在画面上 就是4月20号当天凌晨12点多呢 这女童的妈妈呢抱着她呢 在路上跑走来走去 而且左看左顾右盼 人群看起来显然是相当的慌张 而这小女童呢 当时呢她抱在怀里是一动也不动 因为这小女童当天呢 妈妈是声称 她在洗脚做滑倒受伤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失去了呼吸心跳 在半夜12点的时候 就冲下楼在街上徘徊 呼吸的目击者表示呢 看到这小女童 可以看到画面上啊 她的事实呢是相当的细小 躺在妈妈的怀里 像是一两岁的长宝 但是女童其实是已经八岁大的 这个年纪呢 这个身体呢 其实不应该会这么小 而之后呢 也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 才送到医院去医院 以后还是宣告不是 这妈妈呢 既然当天呢 不知道小女童呢 发生这样的急死呢 在街头徘徊了将近四个小时 最后才将女童送医 而这女童呢 真正死亡呢 目前结果已经结束 还在等待报告出炉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时间表达很累 好 结果结束了 报告出炉的结果 我们会随时带您来掌握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